荣誉起尸 但是,感谢你在百忙中抽空,长话短说吧,骑士团现在有一件比较特殊的事,想要拜托你。 嗯,近日风波不断,无论是我,还是所有留住蒙德的骑士团成员。 最近我收到了很多骑士团成员的汇报,说劳伦斯家族的人,和愚人仲。 愚人仲?又是他们? 不过这个劳伦斯家族,又是…… 过去的蒙德,曾有一段被旧贵族统治的昏暗时期,从高塔孤王那里夺回的自由,又被套上枷锁,出代蒲公英骑士温妮沙引领了革命,推翻了旧贵族的统治,建立了西风骑士团。 蒙德这才拥有了现在这番景象,而当年为蒙德带来苦难的旧贵族,就是劳伦斯家族了。 啊,我好像听明白了,那现在这帮坏人的后代,又想和愚人仲一起…… 目前只是怀疑,还没有什么确切的证据。 我请你们来,就是…… 唉,因为在过去,旧贵族和骑士团,骑士团花了很长时间,想方设法化解双方的矛盾。 但贵族的那些后,不管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和他们接触,都不会有好结果。 虽然可以直接用调查的名义上门,但最后如果是冤枉了他们,一定会大大增加他们的不信任感。 以前的很多努力,就功亏以后。 你已经是骑士团最适合出面的人选了,你大可不必强调这层身份。 你从远方旅行到此,并不是这座城的大多数,和它建立起友善的关系之后,应该就能了解到一些关于愚人中…… 不愧是秦团长,考虑的可真周到…… 过奖了,这只是在处理外交问题的时候,积攒下来的一些经验而已。 另一位劳伦斯家族的成员,名叫舒伯特,最近他一直在蒙德北边的城墙附近闲逛。 据说这个人的性格不太好相处,但是如果平心静气和他交流,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谢谢你们的协助,如果遇到什么困难,我也会尽力提供帮助。 舒伯特这个人有些情绪化,不太容易,不过只要能平心静气,应该可以建立起友善的关系。 这是 Gla100,但是他很想要平心静气和平心静态的想要往是这样的自己。 你从深作追递音乐地 스트레�也是有史法律识的,实户 memb TOGPro缘或是 zie皮的方法力量。 嗯 谁呀 你好 我们是来 你好 你好 我没听错吧 粗鲁又轻浮 竟然随随便便就走上来倒 果然是无知的外来者 连我都不认识 我可是舒伯特劳伦斯 想跟我打招呼 要好好注意你的潜词造句 这样随意又懒散 若是听懂了我的话 你现在就该单膝跪地 谦卑地呈上自我介绍与歉意 这么复杂的礼仪 完全没有听说 哼 在那个大家都尊礼重道的时代 这种基础礼仪可是面见 若在礼仪上怠慢了贵族 至少都是一顿鞭刑 再看看如今的世道 规矩废了 礼仪也忘了 你说什么 你这是在质疑旧贵族的尊严 我告诉你 虽然劳伦斯家族现在落寞了 但我等后裔 一直都在寻找重获 周围的人越是散漫 我就越要坚持贵族的优雅与礼貌 毕竟我们曾生下来 别说了 你的言行举止让我厌烦 我与你这样的平民子弟 而且我也没有义务指点你应该怎么降临 我还有很重要的事 先走了 这样的人 在亲团长看来 只是不太好相处嘛 我们还是回去找他再商量一下吧 这不是容易其事吗 我刚刚打算去侦查 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你 看你的表情 遇上什么不开心的事了吗 亲团长委托我们去办事 结果好像有点搞砸了 不要灰心了 失败是常有的事 我也不能保证每次都找到有用的情报 所以打起精神来嘛 对了 这样吧 我来帮你想想办法 你们到底遇到什么事了 亲团长让我们去和一个人搞好关系 他名叫 但我们见到他才发现 他的性格很古怪 根本不好好听人 我知道这个人 他一定说你们不懂礼貌吧 我也被指点过好几次 劳伦斯家里的人 都有些奇奇怪怪的讲 所有人都是这样嘛 他们觉得贵族 就要有贵族的矜持嘛 在我看来 能够理解 但总觉得他们不像是这个时代的人 不过在他们家里 有个很特殊的例子 就是我的好伙伴 伙伙伴啊 是的 他是劳伦斯家族的人 但同时也是骑士团第四小队的队长 因为优拉是个特别的人嘛 他和家族的其他人都不同 有自己的想法和换句话说 就是他没怎么把家里的条条框框放在心上 啊 不过 如何跟劳伦斯家的人打交道 他还是很清楚的 你们只要见他一面 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我有点好奇 既然优拉是劳伦斯家的人 为什么秦团长会找我们 而不是直接找这个优拉 这个嘛 就有点一言难尽了 简单来说 因为优拉加入了骑士团 所以他家里的其他人都不太喜欢他 在他们的眼里 优拉就像是投敌的叛徒 但他其实很容易相处 你们只要能把困扰告诉他 他肯定能教会你们 怎么和舒伯特打交道的 他早上好像去野外巡邏了 你们应该能在望风山地附近找到他 嗯嗯 谢谢你安博 那我们就去找他啦 嗯 祝你们一切顺利 我也要出发去侦查啦 没想到骑士团还有这样一个人 要学习劳伦斯家的礼 找劳伦斯家的人来学 肯定是最快的吧 这里居然有愚人咒 难道优拉是为了他们才来的 不管怎么样 先迎战吧 吃饱和饱 一路走 起 此乃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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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们下手可真快 他们都是我追踪了很长时间的目标 这下子功劳都归你们了 这就是先下手为强吗 可恶 嗯 是啊 我听到这边有很大的动静 连忙赶过来 发现你正在和愚人众战斗 如果我还不出手 别说是功劳 别说是功劳 别说是功劳就连光都沾不上了 不过 幸好你没有受伤和这么多愚人众交战可是很危险的 虽然没怎么听懂 虽然没怎么听懂 也没有怪到无法交流的程度 上来就点评陌生人怪怪的 不说贵族礼仪 在普通人之间也是很不礼貌的 说起来 为什么你们知道我的名字 就是你说的礼仪问题啦 他是西风骑士团的荣誉骑士 我们正想调查一位 你叫舒伯特拉伦斯的贵族 可是他非常讲究礼仪 完全不愿意和我们说话 我明白了 他是我的叔父 就是这样的人 不过 为什么要调查他呢 原来如此 真是好胆量 当着我的面说我家里人的坏话 这 不是啦 这个是秦团长的委托 而且只是怀疑而已 在蒙德城的市民眼里 劳伦斯家族都是坏人嘛 所以因为流言蜚语 招致怀疑什么的 有道理 毕竟以前是残暴的统治者 原来你也是这么想的 那我们这个仇 是彻底结下了 明明是你自己先说的 有意思有意思 第一次见面就能让我计三次 你们来找我 是为了学习劳伦斯家的礼仪 这样才能和我的叔父搭话 对吧 是安博介绍我们来找你的 没问题 现在我就可以教你们 总之先回蒙德城吧 有人的地方比较方便训练 两码是两码是 既是代理团长的委托 又是安博的推荐 我不能不给面子啊 既仇归既仇 他又不像是在生气 真是搞不懂 不过我们遇到过的怪人 也不少了 你们终于来了 那么事不宜迟 我们就开始上帝 等一下等一下 我们还是想先问清楚 不然放心不下 原来你们还在惦记这件事 说不定你们比我还记仇呢 放心 记仇是记仇 报仇是报仇 现在不是报仇的心情 报仇 居然要看心情 我记下来的仇 早就在心里堆了厚厚一落 就算要复仇 也得讲究一个先来后 真的轮到你们的时候 都不知道过了多久 那既然都对了这么多了 之前我们的冒犯 不如一笔 那可不行 你想的没 抢我功劳 把我当坏人 怀疑我的叔父 哪件事不值得进程 没必要太有压力 至少在调查这件事上 我是不会干扰你们的 毕竟有句话叫做 身正不怕影子邪 倘若叔父并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 对他进行调查 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倘若他真的做了坏事 那受到惩罚也这样的解释 你们可以理解了吗 那就行 说回到礼仪课的话题上 贵族最看重两个方面的礼仪 谈吐和仪态 先从谈吐开始 即便是在种种日常场合 贵族也有很独特的对话方式 哦哦 独特的对话方式 我已经学会 这个仇 我记下了 完全不对 而且怪怪的 明明是和你学的 不要说别人怪怪的 这也是你说的 难道 你们家族最看重的礼仪 你平时都不遵守的吗 因为很麻烦啊 我给你示范一下就明白了 就拿和朋友打招呼来举例子吧 以拂晓的沉路向你致以问候 我的挚友 以拂晓的 什么来着 这句话 只能在早上遇到朋友的时候说 而且对方的身份 必须和你基本平等 沉路并不罕见 表达的是有意不应以价值衡量 也蕴含着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意思 不不不 可要小心了 如果用这句话和好朋友打招呼 反而会惹人生气 可是我记得说了 智友 虽然是智友 但 这么理解好了 智友贵族讲究面子 对一般朋友 关系不远不近的朋友 显然没有智友好听 还客气 而你如果对真正的智友 只是用智友这个词 对方会觉得 你在刻意疏远你们之间的关系 这还只是第一步打招呼呢 打完招呼 就应该寒暄了 等等等等 刚刚的就已经很抽象了 要不然 还是找几个人 你来为我们示范一下 贵族是怎么交流的 这个 嗯 好吧 那跟我过来吧 我们随便找几个人 聊聊看 我要你 天空岛上 你是 劳伦斯家的优拉吧 总觉得 没 劳碌之人 何不烧停片刻 可知尊贵的劳伦斯一族 亲临此地 轻易郑重地跪离 然后是什么来着 哦对 与最大的诚意 接受贵族赠予的荣光 突然说什么眉头眉尾的话 等等 嘉训的话 这里应该怎么表现 产生争执时 应将捍卫家族的威名 与尊严放在手 明白了 你身为平民 周日蒙受恩惠而生 理应毕恭毕敬 怎能如此出言不逊 劳伦斯家族的人 都这么古怪吗 劳伦斯横行霸道的时代 早就过去了 我不管你想干什么 快走吧 但是我也说了 你们再做什么 我都不想管 对劳伦斯家族的人 我无话可说 也给你一个忠告 在蒙德 不要和劳伦斯家族的人 走得太近 没其他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再说下去 我怕克制不住 喂 喂 别走啊 可恶 你等着 这个仇我记下了 只是因为劳伦斯的名字 不至于吧 没事没事 这情况我早就想到了 走吧 我们换个人试一试 咳咳 困顿之人 你当名小尊贵的劳伦斯 一族亲临此地 乃是有要事相告 请以重重的贵礼 与最大的诚意 接受贵族赠予的荣光 为什么没反应 礼仪规范里 说了要等对方单膝跪地 挺直上身之后 以俯师的姿态 说接下来的话 哦 对了 事先不可以在对方身上 停留太长时间 进一步凸显地位差距 哎 哎 行吧 感觉不过也没关系 可能有点不方便 那我直接说下去了 哦 等等 这里好像可以说一句 无礼之人 别再吵我了 需要我说更过分的话吗 我和劳伦斯家的人 没什么好说的 哎 又是这种态度吗 也对 他看起来态度很坚决 唱独角戏的话 效果应该不会好 我们还是在换个 哦 不过你不愿意搭理我这件事 我记仇了 等着吧 请苦之人 哎 行了行了 我都听到了 不用白费功夫了 我们的答案都是一样的 无话可说 真是的 明明都是这样的气氛 还不明白 你先冷静一下 我们没有合 虽然我知道 他是西风骑士 骑士团应该是 不会看走眼的 但劳伦斯这个名字 就是一块治不好的伤疤 又有谁不知道 直到今天 劳伦斯家族的后裔 还在盘算 重新占领蒙德 将旧贵族的制度 带回来呢 不避讳就算了 还故意用家族 那别扭的说话方式 装模作样 我会觉得 这是不在乎 我们普通人的感受 你说的很有道理 但是 这个仇我还是记下来 干 干嘛 要动手 听着啊 我打是打不过你 但我可以找骑士团告状 不好意思啊 但我希望他能理解我的态 劝你们一句 不想经历更多不愉快的话 就趁早停 算了 既然这样 就先不跟他计较了 我们走 唉 没关系 这很正常 我们再换个人 等等 我觉得已经够了 先停一停吧 我觉得我应该道歉 不该让你去示范的 我不知道大家对劳伦斯家族 有这么大的意见 没办法 毕竟是家喻户晓的坏人 三岁的小孩子都知道那段故事 会对我态度不好 也很正常 不用担心 平时看在我是西风骑士的份上 他们都还是愿意和我说两句话的 今天 可能是贵族的说话方式 刺激到他们了吧 相信我 不是什么大问题 平时也是这样吗 我觉得没有必要这么针对 没办法 犯了错的人 都会是这样的下场 犯错受罚天经地义对吧 城市和风是有记忆的 该偿还的债会传承下去 代代相传 如今就到了我的肩上 相比起一身谢罪的家族长辈 至少我有正常生活的资格了 没什么不知足的 结果你还是很干脆的 就答应要为我们示范 哦 你们提醒我了 这个仇我也要记下来 之后一起清算 行了 别再深究了 你就当做我喜欢做这样的事就行 不过 刚刚的那些对话 可能没起到什么教学的效果 到头来还是只能找更多的人 不 不用了 她是特别聪明的旅行者 旅途上遇到什么机关都不在华下 刚刚一定 是吧 是吧 到时候有样学样 应付一下吧 总之 不要让优拉再和别人争取 原来如此 学会了就好 那你们已经掌握了一半的精髓了 谈吐方面的讲究 源于贵族的审美 是比较感性的东西 而在仪态上的追求 一遍遍的训练 就是不可或缺的 在这方面 我有很高效的训练方法 你们跟我去龙击雪山 是 但你可能着凉 好 好了 贵族的训练这么严苛吗 想要拥有贵族的仪态 就要学会保持自身的优雅 无论是多么恶劣的外部环境 都比如从这里看过去 你能看到有一段很难走的山路 但如果是一位教养良好的贵族 就能轻松通过 偏夜不沾身 这已经不是贵族 是经验丰富的冒险家了吧 不过在这方面 你的经验应该比学贵族说话要丰富 嗯嗯 冒险的经验可以活用在这里了呢 哈哈 看来你们很有信心嘛 那我们开始吧 记住 要保持优雅 可不要被炸飞或者打飞了 那样就太难 固若金汤 胡道琢磊 哼 固若金汤 刘支 宥 你 拨 安如盼 固若惊 这样可不行 弄出了 没关系 我们回到起点 重新准备一下 刚开始是会比较难 保持耐心 记住 要保持优雅 固若惊汤 安如盘石 不错吗 比我预想中要好太多了 我差点就被打中了 幸好没有拖后腿 这样我们就是合格的贵族了 那可没有 这才刚刚开始呢 刚刚我们经历的 还是比较简单的情况 在实战中 很难有停下来分 在前方有一块地脉阵石 会将魔物吸引过来 在激烈的战斗中 冷静迅速地判断形势 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的优雅 因为小时候 家里人的要求很高嘛 好了 我们一起过去吧 就是这个敌蛮阵石 启动它吧 小心不要被鸡飞或冻结 不然就太不优雅了 别想逃开哦 再会了 雕虫小技 永别了 好极了 我都没想到 你的表现会这么优秀 就连在雪山这种环境下 也能动静自入 可能我都做不到你这么好呢 这样的话 感觉我都不需要多交些什么了 早就说了 她在冒险方面是很擅长 嘿嘿 这下我们就通过了对吧 那我们快离开雪山吧 我快要冻枪了 别急 我刚刚夸奖的是她 但是你的表现 完全没有长进 我也是被训练对象嘛 是啊 训练的时候你慌慌张张的 到处乱飘 要不然就是晃来晃去 一点都不优雅 你是不是没有把我教你的东西听进去啊 对对对 还有 我的注意力都在她身上啊 不管是什么理由 把我的话当耳旁风 这个仇我记下了 啊 真是的 这个给你 把它喝了 这是什么 你要对我下毒吗 不是了 是热牛奶 你说你快要冻姜了 那就喝点热热的牛奶 暖暖身子吧 谢谢你 可是你刚才还说记仇 如果不是记了你的仇 我才不管你冷不冷呢 要是在我复仇之前 你就冻成冰块了 我不就没法复仇了 所以小家伙 别死哦 果然你这个人怪怪的 为了复仇 我什么都做得出来 好了 我们回蒙德吧 既然礼仪训练都已经完成了 最后一步 就是准备送给我叔父的见面礼 我有个很好的主意 我们去猎路人拜托一下沙拉吧 你会说谎 是优拉 还有荣誉即逝 你们好啊 又见面了 暗博 我们真是有缘啊 我刚刚从城外回来 正想来练路人吃顿饭 好啊 已经有一段时间 没有和你一起吃饭了 来来来 你们也坐吧 见面里的事 我们边 请问要加什么菜吗 我叔父很喜欢的 那一道酱菜煎肉 麻烦你做一份 然后打包吧 等会儿要给它送过去 好的知道了 不过要从头开始准备 需要花点时间 等会儿来柜台找我拿 等等 先别走 这道满足沙拉 也是安博之间 不是的 因为看他没点什么素菜 我就送了一份小菜 明明没有点 你却要擅自送 这个仇我记下来了 这也是要记仇的事吗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 我就是这种大爱人呢 好了 你们慢慢聊 我去准备酱菜煎肉了 沙拉这家伙 一定要找机会 跟他算清这笔账 不过 为什么要选 酱菜煎肉当界面礼呢 我都没听过这道菜 因为那是猎肉人的隐藏菜品 只有我叔父那样的老食客 才知道这道菜 很符合旧贵族的口味 但因为酱菜有股酸酸的味道 有很多人都不喜欢 所以渐渐就没人愿意点这道菜了 尤拉请我吃过一次 我差点连一口都咽不下去 后来我就叫他 没想到您的口味和我差这么多嘛 不过 一不小心就报了仇 那是当然 像她这么招人恨的小姑娘 蒙德城里都找不出几个呢 平时开玩笑没问题 别在荣誉骑士面前这么说了 会被误会的 尤拉平时虽然把记仇挂在嘴边 但这只是她的生活方式而已 其实不会往心里去的 会记得很清楚的 你这个人 确实很招人恨啊 我也发现了 尤拉其实就是个很单纯的好人 想要表达好意的话 完全没必要这么别扭啊 小家伙 你没 那倒是 那你是不会知道 坏人想要当好人有多难的 我当不了好人 也没有要当好人的想法 好了 别突然严肃起来啊 我开玩笑的 快吃饭吧 不然饭菜就要凉了 我去找沙拉买单吧 不要 摩拉我都留在盘子下面了 直接去付账的话 沙拉肯定不会收那点小菜的钱 可别小看我复仇的技术 这种破绽是不会让沙拉抓到的 好了 接下来你们就自己去见我的叔父吧 她在清泉镇附近的山上有个小营地 我以为优拉会跟我们一起去的 这个 稍微有点不方便了 没我在的话 你们应该会更顺利 对了 不要忘记找沙拉拿上打包的菜哦 我也要继续去眼外调查啦 下次再见 有机会再见吧 你们真的很有意思 来 酱菜煎肉已经打包好了 要趁热吃才能保证口感 哦 如果优拉对你们说了什么奇怪的话 别往心里去 其实她是个很善良的人 其实我刚刚就想问了 之前优拉去找蒙德城里的普通人说话 但是刚刚看她和安博 还有和你 好像关系又很好 唉 劳伦斯这个姓氏 对蒙德人来说 太沉重了 一旦背上了这个姓氏 大家就只能看得见劳伦斯 而看不见优拉 那么 优拉无论想做什么 都是有罪的 无论做了什么 都是没有 那为什么你对优拉 有不同的看法呢 因为 她在加入西风骑士团的时候 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 很多人写了联名信 强烈要求骑士团 撤回让她入团的决定 另一方面 劳伦斯家族也来了很多人 在骑士团总部门口闹事 要求优拉 哇 两边都不讨好呢 是的 可以想象那时候 优拉究竟下了多大的决心 幸好大团长法尔加 还有骑士团其他人的态度 足够坚决 才把这种矛盾压了下去 但也只是压到了暗处 在普通民众眼里 她是骑士团的污点 在劳伦斯家里的人眼里 她是家门不幸 可她只是默默履行着骑士的责任 默默地帮助一个又一个的人 我觉得这样的人 是应该被理解与照顾的 至少也应该享受一点点公正的待遇吧 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好起来的 事情结束之后 我们再去找优拉聊聊天吧 我感觉现在 我知道怎么和她打交道了 那就太好了 虽然嘴上不会承认 但她一定会很开心 慢走哦 欢迎再次光临 帐篷破破烂烂的 却有一把看起来很不错 这也是贵族的礼数之一吗 又是你们 唉 能不能不要来烦我 斗胆 有点意思 听到了一个很恰当的词 行吧 我也绝非心胸狭隘之人 此前的小小不悦 就既往不就了 你若想进言 我便姑且一听 哇 这高高在上的姿态 原来如此 同道重任 光辉 及存续至今的贵族荣光 你赤胆忠心 表现很不错 我的本意就是对你自谦品格的试探 果然你已经神安辞到 原来是试探 这样说话也太麻烦了吧 嗯 礼数上是合格了 很难想象这么短的时间 你们就有如此 如此文文明里的潜词造句 是从何处学来 不错不错 从会有加 和蒙德的贱民相比 实在是可造之才 假若是出自贵族血脉 则前途不可限量 对了 我们还有礼物 小小礼物 不成敬意 还请收下 这个是酱菜煎肉 嗯 果然不是装模作样 是真的下了功夫 哈哈 当今的年轻人 只要认真还是能做到的嘛 正好我很久都没吃 不 我的意思是 既然到了用餐时间 啊 好香 还是原来的味道 一点都没变 嗯 尤其是这股酸香 嗯 这就是贵族才能理解的相识 搞得我都有点好奇他的味道了 好吧 我感受到你们的诚意了 如此诚恳 一定是有求而来吧 嗯 连这都知道了吗 这本来是我们家族的机密 嗯 好吧 看你李树周全 想必是未来可期的人才 我愿意给你充分的信任 那么跟我来吧 我们现在正需要更多的帮手 见见我们远道而来的朋友 他们将会伸出援手 帮助劳伦斯家族重现荣过 只是因为李树周全 就完全相信我们了 好了好了 跟上来就什么都知道了 他说的 该不会就是愚人重吧 如果被愚人重认出来就麻烦了 有没有什么应急的办法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这件事是机密中的机密 谨慎一点没有坏处 贵族行事 岂容你在我面前指指点点 我不想废话 阿鲁让开 痴高气啊 不知道有什么本事 行行行行 你们请进 你的面子还挺好用的 那是当然 这就是冥王的作用 要想当年 如果有人用这种口气对贵族说话 那就是极度冒犯 贵族只需要一个眼神 就能决定他的生死 哼 此等荣光 终将归于我手 这个人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请问 这位是 请不要随随便便把信不过的人代价 这是我找来的新的盟友 我以劳伦斯的名字启示 你可以完全相信他 我们的计划是机密 不应当中途让外人参与 更何况 我听说了有一位加入了歧视团的外来者 最近在蒙德附近十分活跃 那不可能 这个人精通旧贵族的礼仪 所以我也要以尊重与信任回敬 骑士团的人对这种东西从来都是不屑一顾 别忘了是谁在支援你们在蒙德的 要是少了劳伦斯家族的支持 你们早就被骑士团赶走了 你应该立刻向我被冒犯的朋友 呈上最诚挚的歉意 好好好 既然是你说的 我就不再追究什么 直接切入正题吧 你许诺的蒙德陈方图已经带来了吗 一上来就是这么劲爆的交易 啊 当然 就在这里 我看看 我有什么这么吵啊 线条歪歪扭扭的 这方块和圆圈又是什么 你说什么 这是我花了好长的时间才一点一点画下来的 那也不是什么方块和圆圈 是代表西风骑士的标记 唉 行吧 简陋了点 勉强能看懂 你能保证这些信息 那当然 放心好了 你也别忘了我们的约定 要让劳伦斯家族的旗帜 飘扬在骑士团总部的楼顶上 那栋楼的归属权 还有整个城市的直接管理权 都属于劳伦斯家族 嗯 双赢的交易 没必要讨价还价 我们会好好利用这份情报 对了 考虑到外交影响 请不要在任何场合暴露我们的身份 放心 放心 这件事 天之地之 你之我之 还有我这位朋友之 不会再有别人了 到时候 我站在骑士团总部的楼顶 痛骂他们对蒙德的软弱统治 所有的市民 都要再度臣服于劳伦斯的脚下 哈哈哈 都回来了 全都回来了 唉 最后提醒一句 不要贸然行动 那就这样吧 那就这样吧 怎么了 突然 蒙德城西风骑士团荣誉骑士 和他最好的伙伴派忙 要粉碎你们的邪恶计划 你 你 你居然敢骗我 用我们引以为傲的礼貌优雅 那是因为你太盲目相信这种东西了 唉 计划了这么久 居然这样就败露了 你给我等着 唉 果然如此嘛 一开始就不该相信这种蠢贵贵族的 不过情报到手 我也不用浪费时间了 他们往不同的方向跑掉了 我记得里面是死路 那先打败羽然庄 然后抓住舒坡套吧 走 这样 也好 你的信仪 我收拾他 门开了 我们快 别碰我 闪开 我自己会走 看起来是赶上了 这里确实有很多余人中 哦 是你 调查已经有收获了 难道 这家伙的礼仪全都是从你那里学的 你不是从来都不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吗 而且 家族有规矩 这些东西是不可以交给外人的 哦 好像是有这么回事来着 然后呢 好像也没有不能这么做的理由吧 你 唉 你这是触犯了家里的大忌 害得我准备了好久的计划 都泡汤了 我知道叔父花了很大的力气 但你也知道 这是不该做的事 作为西风骑士 我没有理由视而不见 唉 西风骑士 搞清楚 我是你的叔父 你是劳伦斯家族的人 应该帮助家族重获荣播 你现在还有争取原谅的机会 把这里的西风骑士全都干掉 跟我一起走 那我就会在家里为你求情 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没听懂 你要西风骑士去干掉西风骑士 再重复一次 你才不是什么西风骑士 你是我们家族的墨义 你是留着劳伦斯家族之血的贵族 应该要顺应家族的意志 可是 从以前到现在 我什么时候顺应过家族的意志 你 你 你这个大逆不道的家伙 真要发脾气 生气的也应该是我才对 你明知你是劳伦斯家族的一员 还在搞这种威胁蒙德安全的事 你想过你给多少人添了麻烦吗 你又想过 为了平息这次的事 我要和多少人结仇吗 你在教训我 你居然敢教训我 是的 我再教训你叔父 以你最看重的劳伦斯家族之名 我没有经历过你所说的荣光的时代 也不理解家族对此狂热的追求 但我有能力判断是非对错 也深知自由对蒙德人的意义 老伦斯家族不会 也不应该变成你心中的样子 家门不信 家门不信啊 家里怎么出来 你这么一个大逆不道的怪物 看上去一副歇斯底里的样子 总是挂在嘴边的礼貌和优雅 不太明白你在吵什么 麻烦两位把他带走吧 我和荣誉骑士 接下来还有事要做 既然你们动手了 就说明已经掌握决定性的证据了吧 我偷偷看了一眼 你的叔父靠观察和绘画 把西风骑士的巡逻路线 还有其他好多信息 都标记出来了 原本觉得他只是个不无正业的长辈 没想到在这种事上 居然这么执着 剩下的话等会儿再说吧 我们要先把那张图纸抢回来 加快脚步 接收 接收 据收并去 她们来了 不能放她们过去 粉花 斜霜 别白费功夫 顾若惊天动万象 拒收兵器 叶火良缘 启封了 雕虫小技 向我臣服吧 粉花 狼狈的手掌 天理长驱 天理长驱 别白费功夫 你的性命 和收起雕虫小技 尽收兵器 继续放弃 就是 费功夫 费功夫 神学 神学 枕虫小技 尽量 尽量 叶火 尽量 尽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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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 不过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趁这个机会制作出备份 不过如果没有叔父当他们的傀儡 就算攻打蒙德也没有什么好处吧 于人中应该不至于一定要依靠你的叔父吧 的确 但如果不是想要靠扶持傀儡来接管蒙德 单纯只是进攻 就算于人中很不老实 也不至于现在就要对外开战 那样的话 总之这层隐患我也会告诉代理团长 他会躲闪除 对啊 你出现的时机也太巧了吧 这个嘛 因为一开始你击败了我追踪的愚人中 抢了我的功劳 所以现在我就来报仇了 既然你抢了我的功劳 那我一定要抢回来 嘿嘿 这么长时间下来 我终于能听懂你说 其实你只是隐约察觉到 我们这边可能会有事法担心我们 又担心你的叔父 所以就带着小队过来看看 是报仇 不要曲解我的意思 你这小家伙 看上去不太机灵 心机真的不少 这个仇 我记下吧 看上去不太机灵是什么意思啊 你们两个 这次我们算是结下深仇大恨了 给我等着吧 就算你们化成了灰 我也绝对不会忘记你们 嗯 放马过来吧 就是这个气势 那我就带上图纸回骑士团了 接下来的事都交给我处理就行 嗯嗯 我们有机会再见了 当然会再见的 下次我们见面的时候 可不要让我失望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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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